更何况那条狗并没有生活在你家 你不是天天和他接触 怎么就容不了了呢 所以那条狗表面上是一条狗 其实是你内心的自私 所以说如果你不能够克服一种自私 不能够克服彼此在一起生活 一家人尊重对方的一种生活习惯 和尊重的话 狗送走了没有用的 台上这位被图老师训斥的女生就是小李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老师这样说的 原来在调解两人情感问题中 了解到这样一件事 我妈给你送饭 你说是不是对你好 你一天跳三点四的 然后还整个我妈没事闲着 我妈没事闲着溜弯就多好吧 你怎么就说那饭里面有狗毛呢 上次我爸还从外地特意买的牛肉 然后回过头来 他让我把牛肉给送回家去 老头老太是不是对你好 是他一片孝敬 但你想啊 他拿回来 他拿回来那牛肉 把他出发里放 把他出发里放 那狗闻他又闻他能不过去闻吗 巴什么的呀 男生小刘36岁 女生小李34岁 两人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 之所以离婚 正是因为婆婆家的一条狗 引起的矛盾 作为儿媳的小李 特别爱干净 每次到婆婆家 都会嫌弃那条爱吊毛的狗 不但如此 还因为这条狗的原因 让小李对婆婆 也是挑三拣四 就连婆婆主动为其做饭 都嫌弃脏 久而久之 不但婆媳之间关系恶化 夫妻俩的矛盾也逐渐增多 所以一气之下两人一拍两散 那么到底是因为这条狗 还是另有原因 所有的问题 还要从小李今天来的目的说起 来这儿的目的是 想和他复婚 复婚 离婚多久了 半年 谁提出来的 我 他一天挑三拣四的 对我家人也不好 跟他相处也没啥意思 小李此行的目的 想要和前夫复婚 而当初提出离婚的 正是男生小刘 在两人存续这段婚姻期间 没有孩子 没有牵挂 那么既然已经离婚 为啥还要复婚呢 难不成小李后悔了 我觉得我家 我俩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就因为他妈养的条小狗 不不不不 他妈养一条狗 怎么会让你们离婚呢 因为我不喜欢这条狗 我比较干净 你说说怎么了 他们家那条狗 怎么招你了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两人离婚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婆婆家的那条狗 不过小李在离婚后的 这半年来有些后悔 次来想去 还是求助到节目组 想和前夫复婚 那么既然是因为这条狗 而产生的矛盾 接下来就听听这段 婆婆与儿媳 还有那条狗的故事吧 是这样的 他总不在家 我两家离不近嘛 就总要回去吃去 我说我不回去 他说他母亲年龄太大了 就回去替他 照照他母亲 也就替他进一份孝心 我说行 行 但是他妈养那条狗 我每次回去吃饭嘛 他妈也不把这狗酸上 每次我去的时候 把这狗都是在我身前 转来转去的 特别反感狗身 掉那小毛 虽然两家不同住 但因为丈夫的委托 小李不得已 才去婆婆家 替丈夫进一份孝心 可小李平时对小动物 又特别敏感 甚至有些洁癖 而婆婆家的那条小狗 偏偏又爱钓毛 这样一来 不可避免的矛盾 一级出发 但丈夫小刘觉得 这不算什么大事 钓两根狗毛而已 不至于这般嫌弃 我在上面吃饭 他在下面穿来穿去的 我怎么吃 我一不想要都想吐 你想吐什么 就是钓你身上几根狗毛 哪个狗不钓毛啊 你自己身上 还得钓几根头发呢 狗围着你转 那不证明我家狗喜欢你吗 不管怎么说 小李对这条狗就是嫌弃 连吃饭时都觉得狗毛满天飞 所以每次去婆婆家 小李都以一种忍耐的方式来应对 可偏偏那条小狗 就喜欢围着小李转 这样一来 让本就不喜欢狗的小李更加恼火 所以时间一久 小李终于忍不住了 对那条小狗动了手 一开门呢 这狗对我特别热情 在我身前转来转去的 结果给我腿还划伤了 用它牙 什么 那大家天又去打朋友 什么给你腿划伤了 他根本就没说实话 他怕那个狗 整他身上狗毛 然后他拿棍子打人那狗 那你说谁家狗 爱豆他不咬他 你拿棍子打别人家狗 你看看试试啊 正是因为这次打狗 自己也被挂了彩 所以小李决定不再 去婆婆家吃饭 但问题是 婆婆是个热心肠 对于儿媳不来吃饭这件事 总是耿耿于怀 一心想着 为两人减轻点负担 于是就做好饭菜 让儿子带回去吃 可这个举动 不但没有让小李觉得欣慰 反而让小李产生了反感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还然后妈 她妈妈 也不是在家 你说自己找点事干得了呗 没事 我做饭 让她我回送 不挺好吗 可想而知 还是因为那条狗的原因 小李嫌弃婆婆 做的饭菜太脏 根本无法瞎咽 为此还埋怨婆婆多管闲事 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费 听到这 作为儿子的小刘不愿意了 立马做出了反驳 我妈给你送饭 你说是不是对你好 你一天挑三拣四的 然后还整个我妈没事闲 我妈没事闲的 溜弯就多好 何必给你做饭呢 再说老太太 做饭之前她不惜手啊 你怎么就说那饭里面有狗毛呢 自己的母亲一番好意 却被媳妇这般指责 小刘肯定是不满 不但如此 小刘还说出了一件 更让她气愤的事 上次我爸还从外地特意买的牛肉 然后回过头来 他让我把牛肉给送回家去 老头老太太是不是对你好 是 她一片孝敬 那你想啊 她拿回来 她拿回那牛肉 把她出发里放 把她出发里放 那狗闻到又闻 她能不过去闻吗 爸什么的呀 不得不说 公公婆婆对这个儿媳 如同自己女儿一般对待 有什么好吃的都会想着的 就跟孝敬老人一样 对待这个儿媳 但即便是这样 也没在儿媳嘴里得到一点好 反而却因为那条狗的原因 遭到各种嫌弃 不得不说 这可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就是老人把你们给惯的 这件事过后 小李从此不再去婆婆家 也不允许婆婆给自己送饭 那么既然这样 还有什么事情让小李嫌弃呢 果不其然 这次又是因为 婆婆的好心惹怒了小李 我说弟弟那个 我不上她家去了吧 我让她妈家又整一厨 那没事我给你俩工作忙 我给你打扫打扫尾声吧 我是我是啥呢 我把一年四季又都分开了 放着整整齐齐的 我想穿的时候 到那儿就拿 她这一归冷完 我什么都找不到 两口子平时工作比较忙 好心的婆婆为了减轻两人的负担 主动来到儿子家帮忙 打扫尾声 这种待遇 要是换做别的家庭 那真是一种福气 可到了小李这里就变样了 不但不领情 反而对婆婆又是一通 指责和埋怨 不过幸好儿子 对母亲的做法知道感恩 再一次对这个 不懂事的前妻做出反驳 你说老太太跟你收拾衣服 她不领情 可她好还埋怨 说三道四的 你说还埋怨这埋怨那 那我不是跟你说梦了 不用你妈去收拾 我有事情 我自己会收拾 但无论怎么说都无济于事 小李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觉得婆婆就是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不仅如此 还因为这件事把婆婆当成了小偷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说我回的时候 我一看东西找不着了 我还以为小偷拿走人家 我妈收拾屋子 我也不知道她去啊 我妈收拾屋子 你还当小偷来 我妈还得偷你点东西呗 那她不知晓 我只是小偷偷的 还是她拿走的呀 你说那老太太 是不是怕你了 你说把你一天还挑三点四的 这可真是应了小李刚才那句话 就是对你们太孝敬了惹的事 从一开始好吃好喝 恭敬着却被人家嫌弃脏 帮忙打扫卫生 又被人家指责 这婆婆的多不开眼呢 怎么就非得招这样的人呢 千方百计讨好而习 却得不到一点回报 还要被这般无理的埋怨和指责 这老太太图的是什么呢 当然就为了抱孙子呗 两人结婚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儿女 小刘全家人 也都盼望着有个一儿半女 并且还承诺 如果小李怀孕了 就把狗送走 没过多久 小李就有了身孕 但这次问题又出现了 还是因为那条狗 不过不多长时间 那我怀孕了 怀孕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去跟你妈说 把那狗送走 她妈这一托再托 今天托明天 明天托后天的 那你说那条狗 跟我妈六年了 那老太太 对狗能没有一点感情吗 你说送走就送走 你嫁回来 我们就得听你的 你到我家来 你都把狗放在地位 你得为我考虑考虑 虽然之前 承诺过怀孕后 就把狗送走 但真正面临选择时 又舍不下这六年的感情 也正是因此 两人矛盾再一次发生 小李一气之下 就回了娘家 但因为娘家离单位教员 每天奔波劳累过度 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的 这样来回奔波劳碌吧 可能也休息不好 什么原因 也不知道 就把孩子就流产了 流产以后吧 他根本就没替我考虑 还说呢 这责任都在我身上 孩子在你肚里嘛 流产了是不是你的事 孩子就这样没有了 两人也为此互相埋怨 再加上之前的那些矛盾 于是小刘就提出了离婚 而小李当时也在气头上 刚流产就被丈夫这般对待 所以也没多想立马答应了 就这样两人从此一拍两散 但半年后 小李却后悔了 那么他为什么后悔呢 离婚以后吧 我就总是工作期间不忙的时候 就总能想起我俩以前在一起 看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复婚 其实我俩也没别的什么大毛病 就是因为他妈养那条小狗 其实他如果说动动脑筋 想有办法给他处理掉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思来想去 两人根本没有什么大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那条狗 如果把那条狗处理掉 小李还是可以和前夫复婚的 小李的想法已经很明确 那么小刘的态度 又会是什么样的 你想复婚吗 我不想 你娶她的时候你爱她吗 我娶的时候当然了 爱她什么 我没有发现她是这样的 如果早发现这样 小刘的态度也很明确 不想复婚的原因 就是对自己的父母不好 反而还要指责埋怨 这点是小刘最不能接受的 那么既然这样 两人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接下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公公出差去外地 还给你买什么牛肉 您说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孝敬 你想想这一家子人 都用孝敬的方式来讨好你了 咱应该用一种平等的状态 去跟人家去交流 就起码你说声谢谢 不至于让这个老太太 觉得自己那么被嫌弃 所以我特别理解这先生 就是为什么到现在坚持 不愿意跟你复婚啊 正如老师所说 这一家人都用孝敬的方式 去讨好一个小辈儿的儿媳了 你还有什么资格去嫌弃公婆 做人起码要知道感恩 即便是不知道感恩 也不能用一种嫌弃的方式 去对待老人 所以小刘不想和你复婚 也是可以理解的 接下来再听听心理专家怎么说 因为你不喜欢狗毛 导致你去娘家 然后路途遥远 孩子没了 对 那在心理上就埋下了 这样一个潜意识 这个狗毛我不喜欢 我只是爱干净 但现在因为孩子 因为这个事情的牵涉反应 最终上升到了生命层次 所以狗毛这个问题 对你而言的话 就变得更加的严重 洁癖的人 过于追求完美主义的人 多少会偏自我 太看重自己的规则 这样的话就容易忽略了 别人的规则 或者不兼容别人的规则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小李属于那种有洁癖的人 对于狗毛这个问题 小李会看得非常严重 特别是这次的流产 间接性的关联到狗的身上 所以这次复婚 提出把狗处理掉的这个要求 更加验证了小李那种 不甘心的想法 而有洁癖的人 还有一个重要特征 那就是偏自我 对于婆婆家的这条狗 必须满足你的条件 给处理掉 却从来没有替婆婆着想 那条狗对人家的重要性 所以想要复婚 就一定要改掉洁癖这个毛病 不然即使把狗处理掉了 也还会有下一个矛盾发生 接下来再听听下一位老师怎么说 我是一个对狗毛严重过敏的人 但我们家有一条狗 当它进入我们家的第一天开始 我觉得我再打喷嚏 我再难受 我每天吸那个它的毛 但是我对这个狗 我是有一种责任的 因为它到我们家来了 这不是说单纯一个狗的问题 你明白吗 这是一种责任 老师对小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同样身为对狗毛过敏的人 但做法却不一样 不但没有嫌弃小狗 反而去细心接受 其实这里最主要的原因 并不在于狗的身上 而是一种责任 希望小李对狗 要像对自己的家人一样 既来之责安之 好好对待小动物吧 最后 图老师把今天的这期节目 简单地总结了一下 那就是婆婆媳妇与狗的故事 那么接下来 就听听图老师的建议吧 更何况那条狗并没有生活在你家 你不是天天和他接触 怎么就容不了了呢 所以那条狗表面上是一条狗 其实是你内心的自私 所以说如果你不能够克服一种自私 不能够克服彼此在一起生活 一家人尊重对方的一种生活习惯 和尊重的话 狗送走了没有用的 如果不能够尊重对方 和克服自己内心的这种自私感 还是不要在一起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孩子 特别怕你们将来又有了孩子 你们又因为这种自私感又不能包容的话 那时候就不是狗遭罪了 那是孩子遭罪 图老师认为主要问题不在于狗的身上 而是因为人本身的内心自私才导致的这种结局 做人最起码要知道尊重他人的生活习惯 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别人身上 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如果做不到这点 趁现在还没有孩子就不要复婚 如果以后有了孩子再发生同类的事情 到那时遭罪的就是孩子了 事已至此 老师们该说的也都说了 毕竟选择权在他们自己手里 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其实他如果改掉小孩子这些 其实的话我俩在一起相处还是很好 如果你可以对老人好一点的话 我还能接受 我希望他能想一个妥善的办法 把这小狗处理好 我们俩在一起还可以好好过日 刚才还坚持不复婚的小刘 却突然态度转变 希望前妻能改掉洁癖这个毛病 再对父母好一些 复婚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小李依然坚持把狗处理掉 只有这样才能好好过日子 那么既然这样 两人最终能复婚呢 还是看看结果吧 哟 这是个奇迹啊 来来来来 虽然意见不同意 但结果还是选择在一起 或许是因为曾经的那份爱 又或许是感同身受想彼此包容 种种问题对于这样的结局 留给我们的只有猜测 同时也希望两人今后 能处理好此类问题 祝愿他们白头偕老吧 好了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屏幕前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